我來談談 我認為我和顧忠勞教授是不一樣的事 但是有一個情形的作為 他提到民進黨和社會運動的關係 這個是可缺可解的一個題目 因為這個題目 民進黨是指告民進黨的痛腳之處 民進黨的大失敗就在和社會運動關係 就跟社會各界的關係 這個關係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想一想 兩千年的總統選舉 前夜在足球場的大場面 不管腦中青全面盜棄 而且年輕人也這樣很呼籲 支持那個氣勢一看就是當權 兩千零四年是不理不才 連起的國策部要進到這個後台 都進不去 還要亮晨晃 兩千零八年是輕而遠之 根本比如說台灣教授會要和他們結束 有一些候選人他就拒絕了 你這個情形你怎麼樣能夠當權 那兩千零八年3月22號投票 馬英九拿到765萬票 難道這個通通是藍贏的票嗎 還是中間選民的票嗎 當然馬英九他會解釋什麼 馬英九解釋真的是藍贏的票 對不對 這馬英九他就不是做全民總統 說當然他是這樣 那我為什麼會提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票也包括綠元投給他 為什麼 3月26號民進黨內部有個秘密的一個民調 題目是說主張台灣和中國是福福利數的國家 全體的民調是88.3% 換例的是91.8% 換來有86.4% 所謂維護國家充錢的這個問題 所以民進黨主張一兵一國 他變成馬英九的東西 那就可以看到民進黨和各萬社會階層的這個失敗 所以很清楚 這反應過去 那我在表示民進黨注重以後很傲慢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不理不慘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顧中華教授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很高明 這個是等於警告民進黨 2012年這個選舉 你還是不是還是這樣 如果這樣 你們就拜到一拜足利 等於是已經警告了 所以他從現在開始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彌補 所以我就講顧中華教授的高明的地方 我是徵算考慮的 那麼上面的中介來講 關於這個問題 蘇貞昌先發明 他就簽名的社會團體啦 短情勝利啦 民利為罪啦 就是這個情形 王其實口號很明智這樣下去 其實他五讀學期他也是避害嘛 一直避害社頭關訓 那麼這是太太囂張 這太囂張了 講的最好的導致許信良 他接下來他提到這些問題 他有具體的228的劣勢 可以這個台灣民主宣洩的記念館 228這個是劣勢不只受死了 只有那幾個人 不是這樣的情形 那麼他比較有具體的出來 那麼他也對國會有的調題 那蘇貞昌是口號式的民主第一題 那蔡英文這個畫面我想是 他剛剛也提到這個民主國家 要回到民主國家和社團關係 我想這個畫面 他和社團關係沒有什麼理念 你看他當主題到現在都沒有什麼理念 還有一個次代問題 這個也和那個關訓 蔡英文要表示次代轉移嘛 要先出代的票 所以他一直要對 所以我已經該出來國安選 許信良當他不服氣 我越經驗了 他會提邱吉恩的大高二 鄧小平的順利 其實提這個小平的率 實際上不是太高平 因為這些都是要從 那個政體都是要從鬥爭而來的 這樣的形形 隨著小幹子的背後比較有力量 那麼提到這個問題 問你意思說 民進黨裡面沒有援揚 民進黨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其他的話要推翻前面的 再其他的話又推翻前面的 一直是推翻的 不只推翻台銘的 每個人都平我所說 如果大家看法都平我都平我都平我了 這樣一個情形不是老中牽的結 你要講老的智慧 老的見識 比如說有一個政策 我一個問題也難解決要找政策 找一個政策要資深很有經驗的 甚至找那些 我以前也提過這個 很有經驗的老教授 甚至他叫他的佛書生 他的說書生來共同 你去找哪個地方資料 哪個地方資料 去找到那個叛逆 那個叛逆動區 來整個外交主播 還有軍事主播 來到這個動區 這種東西在民進黨方面沒有 還有 話聽不到三句話 他只要清清呼呼的就好了 他不要生日他們聊問題 到現在 那麼久的從這個黨外徒代到民進黨組成 到現在的時候 所有政治的人民都是樓樸了 他都不深入探討 這一步初階段到中層的話 能不能這個成立 到野生的話能不能通 所以大家都互相矛盾 政策都互相矛盾 然後這找不開 然後 書生當長臺灣潛入結議 那個也是一個矛盾的一個前提決 那個前提根根本就選不通 現在就是 臺灣是以前主權都民國權 他有臺灣國法 然後現在就要中華民國 然後要改的一切都要依照共投 但是國會共識 還有國會大家有共識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改 所有路子都是捏死掉 然後共投法又是鳥籠共投 又是把它捏死掉 所以你說臺灣的權都沒有權都沒有權都沒有 所以這些體制要打破 要打破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還有他要開始有一個心量 要事態結合、老中心結合 要和社會的個性結合 不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這個就是他現在一個最碰巧的之處 我早就記得偶爾之戰的顧教授 我早就把他這個題目丟出來 你就可以去哪趟B去哪趟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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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